陈秘书 杨杨 这人都来了 怎么还不打个招呼啊 你在这干什么 我来这儿 就是想见见你 那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们走哪儿 想啊 你要干什么 你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你在这儿我喊人了 你喊哪 可是你怎么去解释 大半夜的从总裁办公室里出来 别在这儿行吗 求你了 怕什么 我早就想跟你换个地方试试了 在这儿都刺剑啊 小牛 快给我 来啊 别害怕 不要 求你了 求我没用 过来啊 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呀 我恰好路过 我看到你原样身体不大舒服 不许你问他 原样没事 你别怕 有我在 实话实说就行 宋总 我 我刚才可能是有点滴血疼 头 有点晕 陈秘书他就 扶了我一半 这大晚上的不回家 在这儿住人为乐呢 既然您已经来了 那您的人呢 我就交给您了 我也该回去了 不然我家那母老虎发起脾气来不好收拾 走了 对了 小宋总 您这加班赶方案 也得照顾一下同事的身体 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 走了 陈秘书 宋总 别打了 别给自己惹麻烦 你 索基书 你干什么打人 打你怎么了 神诈 你有证据吗 我报警 我报警我 你别看着他 他他打我 你到时候 该给我作证 用着原原作证 警察来了 让他们调监控 不仅能看见我打你 还能三百六十度 怀疑你的所作所为 报警 贴报我帮你 小宋总 您刚来公司几天哪 这公司有些情况你不了解 还让我来教教你啊 这个楼层 他属于高管楼层 为了保护这些高管的隐私 这些摄像头他从来就不开 看来我也有些消息 需要跟你更新一下 看来我也有些消息 今天早上 我去行政部调试了所有的摄像头 我去行政部调试了所有的摄像头 现在是全部打开的 现在是全部打开的 我在的华堂 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 不贯高管门的臭门 不贯高管门的臭门 我错了我 我究竟是糊涂 我究竟是糊涂 承认了 现在不是住人为乐了 承认 承认 我就是硬实糊涂 您大人有大量 这种事 我再也不敢了这种事 跟远远道歉 对不起 陈秘书 这个 根本没有摄像头 等着收开除信吧 远远远远 走远远